五点发薄,发抖,太有心,既是六又是三,大家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吗?有一条消息高化热搜榜,就是一个司机和一辆车,哥哥和妹妹的专用,那天这俩人可是没有一个出来辟谣的,明白了吗? 这几天被他俩的糖甜的幸福,妹妹感觉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了,有爱的人,不知道什么情况的,可以看看上几条视频,恋爱了就是想分享出来,这些天成欢季大家都看了吧,一夜成明越来越火爆,哥哥是不是坐不住了,借着古语发薄来表示自己的心情,三个十九,想起什么了吗? 哎呀喂,你看看我又看到了什么,你说巧不巧,俩人都走心了吧,只有心里有彼此的人,才能记得住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看看到底还是娘家人知道的多,也忍不住再分享吧,在剧组哥哥请客了,用桃子味儿摆了个心,哥哥肯定也是追着成欢季呢,笑醋坛子笑丁丁可不是白叫的,妹妹剧中吻戏来了,一夜成明, 哥哥这不就发薄套子的制作工艺,烤火,电锯,刀,等等哈哈,给我感觉醋坛子翻了,这俩人是不是老有感觉了,很有港风的味儿,越来越被同化了,今天是哥哥光点四周年了,时间好快,谈恋爱就要穿牛仔衣,前几天哥哥妹妹已经给了很多的糖了,现在又专注搞事业,不过要记得再来撒点糖呀,因为我们爱看,大家可还记得去年, 这张照片,哥哥衣服皱皱的上了飞机就入睡了,哦,当时还差一点没赶上飞机,知道什么原因吗?可以翻看去年的视频,妹妹那几天也神隐着呢,哥哥如梦刚弄完,八卦一下,自行脑补吧,所以说他俩每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CP粉是不会忘记的,哈哈,想想都幸福,去年26号, 哥哥到上海以后,好像还是这个司机去接的呢,当时这个司机小火了一把呢,妹妹的成欢记收官了,真的不够看,沉浸在卖家的幸福之中,有欢乐有伤心,妹妹发小作文了,重要的是在妹妹收官这天,哥哥加小事替哥哥发薄了,你说巧不巧,卡点发的, 照片霸总饭十足,让我想起这几天剧中的一夜成名哈哈,哥哥吃醋了吧,还有重要的是文案,居然和妹妹前段时间的文案相同,妹妹也给力,照片依旧三字排列,还有他俩的像羊儿生等等,这些都好明显,妹妹发薄了,照片总感觉留了一半位置,妹妹现在好用心,又出现了三,感觉你俩真的越来越傻傻的分不清,童话了, 你看是不是,根本就分不清,成欢记又重新刷一遍,没办法,现在其他的剧还看不进去,这让我想起一个堂来,剧中送给妹妹的,居然是月亮上面有三颗星星,你说巧合不,还有啊,就是,剧中男主爬梯子,那集,俩人不是好的腻歪吗? 哥哥那天还发了脖,满满的醋意,在哥哥照片里发现了剪刀还不止一把,你说巧不巧,是为了剪那个绳吧,剪得稀碎吧准备,你说他是巧合玄玄吗?生活当中怎能没点儿子呢? 必须有子,好消息来了,哥哥妹妹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来了,大家还记得二一年,五一哥哥失控的样子吗? 喂仨子呢,因为要和妹妹聚餐了,在五月七号这天他俩聚餐高挂热搜榜一天,接下来你看哥哥妹妹两小事发的文案,怎么感觉俩人又要聚了呢? 一个奔赴浪漫心境,一个春日有约,上海啊,巧了不是,双顶流哈哈,妹妹的成欢季马上要收官了,用了向阳而生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希望不仅仅是我自己,然后所有人可以像太阳这样,向阳而生 仔细都来,使你最幸福,战务不胜,好运长相伴 太阳出矿了,更何况是两人片场休息间隙,那更是田煞身边的工作人员 肖战拿过仰子手中的伞一起打,一起坐的时候,还把椅子往姊妹那边挪一挪,只想靠姊妹那边 可当两人无聊的时候,边去过相机为对方拍照,两人情意绵绵地在天台互相拍照 旁边的助理们表示,狗粮吃得满满的 值得注意的是,肖战在给姊妹拍照时,下意识地去整理了姊妹的发型,还是自己亲自动手 这甜甜的爹戏男友氛围是怎么一回事,真的不要太好磕 没想到都2023年的肖战杨子还这么好磕,前段时间,金主爸爸官宣双代之后,很多CP粉又活过来了 毕竟这是两人合作余生之后第一个双代,尤其是余生的长尾效应太强了 都播了快一年了国外才开始播 战哥的超高人气延续到国外,还被邀请去米兰看秀 肖战的海外粉丝应援也很给力了 国际机场依旧有很多人接机应援,不愧是战哥人气好高啊 很多人认为战哥和姊妹没有互动是在避嫌 但这只是因为两人人红是非多 毕竟余生开播前他们就经常往来 娱乐圈其他人跟同剧组演员合作之后很少有机会再见 但姊妹和战哥拍摄了余生之后,每年都有互动 杀青两年多了,姊妹还被邀请参加战哥的话剧演出 不仅仅有两次问鼎微博King和Queen 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晚会活动 战哥都会靠近姊妹跟妹妹打招呼 有次晚会上,战哥和姊妹原本挨得比较远 但战哥却一步一步移到姊妹身边 将身边的情敌拉开与姊妹合影 难怪主持人介绍他俩时会调侃 说到杨子不得不提到肖战,这信息量太大了 在余生播完之后,肖战和杨子的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娱乐圈内的两顶流 两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 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选择转行 肖战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勇气 从小就有着一张十分精致的长相 也为他进入娱乐圈有了很好的基础 杨子作为娱乐圈的资深童星 从小伴随着聚光长大的他 一直保随着良好的性格和三观 也因此在娱乐圈结识了不少好友 甚至连男艺人都愿意和他称兄道弟 不过杨子的感情一直是个谜 他的年龄跟战哥差不多 不少人就希望这两个人能在一起 这时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两人之间粉红色的泡泡 他俩之间的CP感也直接拉满 而且直到现在两人也有着说不清的巧合 肖战在新剧杀青宴上 战哥身上戴的那朵小花花 在姊妹新剧开机仪式上 姊妹口罩上也有朵一模一样的小花 虽然真假有待证实 但是两人之间这种巧合也不是一两次了 虽然余生请多指教已经完播 但肖战杨子两人的余生CP还是吵得沸沸扬扬 因为两人在剧中的演技实在是太真实 让不少网友从戏里磕到了戏外 而两人在私底下的互动确实很甜 在片场的时候肖战无时无刻都黏在杨子身边 还经常陪他玩一些沙雕游戏 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杨子就快要把姊妹吞掉了呢 怪不得连余生导演都不敢放花絮 肖战可谓是内娱的一匹黑马 当初遭受了来自外界舆论打压 消失在荧幕一段时间 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如今娱乐圈的顶流柱 杨子也是一直支持肖战的 巧合的是肖战杨子都曾说过会在35岁左右结婚 而肖妈妈也是杨子的头号粉丝 杨子的每部剧几乎都没落下 看来两人还是很有机会在一起的 一次微博之夜肖战杨子甜蜜同框 在杨子发言完后肖战说出了像羊儿生的激励词 要知道肖战之前一直说杨子像个小太阳 就是在暗戳戳的表白了吗 注意接下来主持人说的这句话自由如风 无畏缺爱 看来小妮是知道什么内幕吗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这是肖战第一次在片场过的生日 对他来说 这是一场很特别的有意义的生日了 因为肖战和杨子在戏里实在太甜了 很多CP粉们都走不出来 毕竟杨子真的是河水 都超级配的百搭甜女主 所以当肖战被问想不想把杨子娶回家 战哥下意识就回了剧 那得看他愿不愿意嫁我了 肖战的一句话 杨子害羞的脸都红了 其实战哥的年纪也不小了 虽然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对他来说还有更高的挑战 余生这部剧其实早在2020年 就应该跟大家见面了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2022年 但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 余生没有被埋没 还能等到开播这天 让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狗粮 我的女朋友想怎么报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